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本人已经从一家央企里面 离职了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了 23岁那年我大学一业 当时是2015年 入职了我们洛阳这边的一家央企 中行某店 当时这个工资也不是特别的高 一个月三四千块钱吧 出于对外界工作的向往 还有对自由的向往吧 我总觉得在国企里面 这个工作非常枯燥 时间上也非常的受限制 而在外面更加的自由 这个收入也更加的高 因此也就工作了半年多的时间 也就低值了 但是到今年差不多30岁了 32例 仔细想一下 还真的是非常的后悔 当时在那个厂里边 一个月三四千块钱 前几个月是只交了社保 没有交公积金 到后几个月是开始交这个公积金 但是像最近几年 人家没有离职的那些同事 工资是在越来越高的 现如今就普通普工岗位吧 一个月也能发个五六千块钱 像那些已经竞聘上去了 就非普工岗 差不多行政岗呀 或者业务岗 就这些岗位呢 差不多就是周末双修 一个月也有六七千块钱 而且也交五线一金 到了年底也有分红了 而我和我媳妇呢 我们俩人去年一年 忙活了一年赚了25万 平均一个人差不多有 一万块钱工资 但是呢 我们这个明显 钱是更加不好赚的 也没有人给我们交这个社保 也没有人给我们交这个公积金 而且越往后面去呢 像人家那个肯定是 越来越轻松 像那种央企一般来说 也不会裁人 除非就是你自己离职 而像我们呢 毕竟是自己干的 往后面去肯定是要越缩越勇 我本人呢 也就总结了 以下三点 像第一点呢 就是一旦你入职了体制内 走在外面 像很多人对你非常尊敬 吃饭的时候给你敬酒 或者就是 有一些打老板 甚至都给你点头哈腰 觉得是自身这个能力非常强 莫把平台当能力 主要还是觉得你年纪轻轻的 就在这家公司 在体制内 还是挺不容易的 未来呢 这个可塑空间是非常大的 有很大潜力的 但是假如说 你一旦跳出了这家企业 很有可能呢 人家正眼都不会看你 莫把平台当能力呀 我当初就是犯了这个错误 当时过年走亲戚 很多人因为我在那上班 基本上都是敲起大拇指 觉得年轻有为 再者呢 就是相思企和国企 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这个职业发展上 尤其是到了35岁以后 像私企里边 一旦过了35岁 很多私企里边的员工呢 也就离职了 因为发现这个工作压力 非常的大 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 私企呢 也更加看重这个效益 一旦你发挥不了更大的效益 那么自然而然呢 面临的就是优胜乐态 而且在管理上 也不像国企 那么人性化 在国企里边 哪怕你跟这个领导 关系不好 你跟他当众打吵了一架 甚至打了一架 顶多呢 就是协计检查 该检讨检讨 该检查检查 但是呢 不会说给你拖欠工资 不发 给你这个穿小鞋 给你安排一些 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但是在私企里边 你这样做事实 绝对第二天呢 就要卷幅盖走人了 因此呢 大多数人在国企里边 能干到退休 但是在私企里边 很少干到40岁以后 像第三点呢 就是不要被私企 这个工资所蒙蔽了 就像去年我们家 我和我媳妇呢 平均每个人吧 一个月工资 都是一万出头 但是我们是没有 五险一金的 也没有年终奖的 当年和我一起 入职国企的那些同事 现出金 虽然说一个月 只有六七千块钱 但是呢 人家有差不多 两千块钱的公积金 另外呢 还有这个社保 养老保险 尤其是这个养老保险 还有这个生育险 人家老婆生孩子的时候 都会享受相应的 医疗保险 将来退休之后呢 也有退休金 而且单位给人家交的 也是按这个 比较高的一个标准交的 像我们呢 想退休之后 有这个退休金的话 得自己去交 灵活就业的种形式 就按一个月 最低标准来交吧 一个月也得七八百块钱 综合来说呢 虽然说私企这个工资 比国企里边 看着要高 但是呢 细看一下各种实力 和各种到手的待遇 还是不如人家的 通过我这个例子呢 也是想告诉大家 假如说 你想 从一个国企或者央企 里边离职 跳离品之内 真的应该考虑清楚 并不是所有人呢 跳出去之后 都能大感鸿吐 大多数人呢 还都是普通人的 那么大家对此 有何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探讨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